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对晚会老百姓到底怎么看 这次我们就是通过这活动来真实了解观众对我们春节晚会节目的一种真实的评价和看法 通过它呢你想达到呢就是促进和提高春节晚会的质量 这可以说也就是全国观众那个观众要求 社会各界人士对这样的观众评选活动又是如何评价的呢 实际上它的最大的一种意义我就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老百姓觉得这台节目是自己的 他要关心他就像朋友一样要关心他 大伙要传出这个好他不是他们更有信心的吗 多出点这个节目呢不是咱们一样 再问一句话呀他们更去作严这好节目 咱们更不是更高兴吗更有就是他吗 你说我都七十了这再进一个考场 这不等于考场一样吗 考场的这个考官是谁呢 考官就是观众啊 就都在人家手里攥着呢 那个压力动力就是都会都给裹到一块了 我也不知怎么着好了 能够感受到你跟你跟观众已经沟通了 而且他已经跟你就是好像是自己似的 那么每一个演员的这个他的发展 他的成功呢都取决于有三个方面 第一点呢就是自己的努力 第二点呢就是机遇机遇非常重要 但我想最最关键的还是 所有的观众对他的支持 就是观众有这么多的人来参与评选 我觉得这也说明我们制定了清除病宿的计划 但在执行中由于缺乏严格的指导和监管 是本署无重区的309国道沿线的 7万多颗健康白痒 也在一哄而上的砍伐中惨遭厄运 由于当时的县乡领导已经调离 县任领导也表示不知详情 记者无法了解更多 而离这个乡不远的郭元乡的原党委书记 回忆了他们在当时与方山乡截然相反的做法 也许正是这位农村基层干部的务实态度 我们看到这个乡道路两旁的参天白羊依然平平育立 按国家森林保护的有关规定 砍伐林幕后要及时更新补重 而事隔四年记者看到这里并未补重 补重计划事隔数年未能落实 而一些乡镇依然能堂而皇之地通过了验收 知情人士道出了奥妙 本是一项严谨的林木防病科学 在执行中被很大程度地扭曲 成绩有人讲责任无人负 信阳地区的不少干部和群众对此都有看法 从来几十年龄的我反正开始成绫的地方很少很少 把最好的类似是能够关乎下来的话 那现在在我们的地方应该是随时的 那咱们的交通就是咱们警察在发生类似情况下 我们一定要扶持执行 据了解镇元县计划今年在主要干道火中树苗19万株 庆阳地区也有类似安排 人们期待这次的计划能落到实处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一碗水半碗泥是对皇族高原干旱环境的真实写照 而就在这样的条件下 还发生滥法309国道护卢树事件并非偶然 当地一些群众的绿化意识有待加强 请个摸的 由于干旱少雨 记者看到当地群众吃水 要到几里地以外的深井中拿水 就是这一口井的话 依次可以打几档水 就这么小 可以把四十多 这个井打完了以后怎么办呢 伴随着铁碌碌的支牛声 记者在村外同样干涸的土地上 听见的却是另外一种声响 今天一早上发了几棵了 十个 十几棵了 那为什么要发这些树呢 这是我们公司的大树 我们套自己 对于什么那要砍的话 就是有没有什么许可证 开了吗 那么一点 没有开许可证 国家森林法明文规定 砍伐国家集体的林木 必须取得许可证 而这些农民 对自己在非法作业竟一无所知 对国家集体的林木随意砍伐 对自家的树 是不是就倍加呵护了呢 为砍这棵树 这家人花了大半天的功夫 还特地请来了帮工 但砍树的理由却出人意料 你为什么要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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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砍的话 你可以再稍微拖宽一点 就砍 拖宽一点 只砍一架子 只砍一架子 如果拿这些名字九层 只能把这树开掉 单位这点原因 就牺牲这棵茁壮大树 确实让人难以理解 而更令人痛心的是 不少围观的村民 还认同这种做法 据了解 在这个年均降水量 仅400毫米的干旱地区 每一棵树的成活都相当不易 提高这一地区群众的绿化意识 特别是加强对偏远地区群众的 爱林护林的绿化宣传工作 至关重要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各位观众 3月23日是世界气象日 今天在京的气象和海洋专家 走上街头向群众宣传 与人们生活 信息相关的气象知识 世界气象日是为了纪念 世界气象组织公约 于1950年生效而设立的 每年都选定一个 对人类有典型意义的主题 今年气象日的主题是 天气海洋与人类活动 天气影响人类在海洋上的活动 海洋对大气的运动也有影响 人类活动也影响到气候的缘点 14年来 中国海洋石油工业 已经从只有少量设备 给外国公司做辅助工作 发展到拥有一整套 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的设备工艺 能自营开发海上大型油田 并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现代化企业集团 我们不但生产发展的速度也快 速度快 我们的效益也是非常好的 到目前生产的19个油田和气田 没有一个是亏损 都是用力的 高速度并不是靠拼财力和人力换取的 在海洋石油总公司 有一句上下都熟悉的话 没有好经济效益的项目不上 14年来 在众多海上石油项目中 没有一个胡子工程 没有一个钓鱼项目 没有一个还不了贷款的油田 全公司职工人数 也从最初的3万人下降到2.8万人 而劳动生产率则提高了20几倍 14年来 中国海洋石油直接利用外资 52亿4千万美元 中方通过作业承包 从中获得16亿5千万美元 累计向国家交税41亿3千万元人民币 相当于国家同期投资的3.2倍 国有资产也由28亿3千万元人民币 上升到279亿元人民币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长期以来 我国农业技术交易 有势无偿的状态 制约着农业技术的普及推广 9月8号 我国第一个农业技术市场 江北农业技术市场 在山东省平渡开业 为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 开拼了一条新路 请看报道 前段的开业典礼刚结束 上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科研人员 农技推广人员和农民兄弟们 便争先恐吓地涌入展览交易大厅 参观洽谈 路面对于这个农片中 对于港产特别技术 他们是骚响找不着表面 我们到这个奖务市场 就把我们科技院院和路面 架起来俏亮 能够把我们的农片中 农技术 提供到路亚当中去 近年来 随着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以及农业产业化的推进 农民对于科学技术的热情 日益高涨 但由于其道补偿 每年有大量的科研成果 得不到有效的转化和利用 原来我们的技术市场 都是有势无常 农民去赶集赶场 那么这次我们有固定的设备 还有信息网络 还有科技储备 这比原来相比较来说 这个市场更加正规化了 江北农业市场 是由国家科委农业部等单位 联合组建的 它将吸收国内外的农业科研机构 在这里设立窗口 向全国推广最新的农业技术和产品 这是中央台和山东台报道的 96全国音像制品交易会 今天在京举行 请看报道 这次交易会由文化部 广播电影电视部 新闻出版署 国家版权局举办 全国100多家音像出版单位 和近400家音像制品总批发单位 带来了大批近年来 国内外思想健康 内容积极 观赏性科学性都好的 优秀音像制品参加了交易会 在开幕式上 音像出版和音像制品总批发单位 分别联名发出了 禁止买卖版号 提高出版质量 繁荣音像市场承诺书 和保护知识产权 发行正版音像制品承诺书 并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 承诺书说 音像制品出版发行单位 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 要严格遵循宪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 坚持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届时承担保护知识产权的责任和义务 我们大家推动了这次96全国音像制品的交易会 主要是促进各家出版单位和发行单位 来出版和发行正版的优秀的 更多更好的健康的音像制品 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 来繁荣社会主义的音像市场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本台消息 国际清算银行董事会 今天在瑞士宣布 从即日起正式接纳中国人民银行 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新成员 国际清算银行是国际上 唯一办理各国和各地区中央银行业务的机构 它的主要任务是向各国中央银行 并通过中央银行向整个国际金融体系 提供一系列高度专业化的服务 和中国人民银行一同被接纳为 国际清算银行成员的 还有巴西 香港 印度等八个国家和地区的 中央银行和货币当局 本台消息 中国中央组织部编著的农村党员简明读本 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农村党员简明读本配合农村的双学活动 紧密结合农村工作和农村党员的思想实际 深入浅出地阐明了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 和党章对党员的基本要求 中国民航总局日前决定 重新开通北京乌鲁木齐沙加航线 并由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美洲经乌鲁木齐往返飞行两次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沙加 是连接亚洲与欧洲的航空运输中转站 80年代曾是中国民航国际航班的重要中转站 后因故停飞 中俄两国有关人士表示 北京乌鲁木齐沙加航线的恢复 将大大促进中国与中东海湾地区国家的 经贸合作和友好往来 这是中央台和新疆台报道的 96乌鲁木齐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 9月8号圆满结束 对外经济贸易 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以及国内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成交 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本节乌洽会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基础上 不断开拓新市场 对外成交涉及45个国家和地区 成交面达98% 进出口商品结构有很大改善 参展和成交商品除传统的农副土特产品外 新产品高新技术产品 新加工产品和机电产品明显增加 并占据突出位置 这是新疆台报道的 中日广告教育交流项目签字仪式 今天在北京举行 根据协议 日本中式会社电通将投资600万美元 在北京大学等六所 威视细腻扁雅的朝鲜化 以及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简洁的绘画技法 给观众留下了叫声的印象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